7月23号下午3点,一辆白色轿车在巴达岭野生动物园的东北虎园内停车 车内一位女性游客突然从副驾驶下车走到驾驶员门前 就在此时,从她身后突然出现一只老虎将这名女子拖走 车上驾驶员和一名乘客赶紧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,一辆园区安保车也从一侧开了过来进行救援